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旅程碑 台灣經過的這一場的選戰 這樣子的一個遏制的罷免 歪功就有可能被遏制掉 基隆市長謝國良罷免案 最終以失敗收場 國民黨成功擋下大罷免朝的首場戰役 主席朱立倫 在黨中央到基隆舉辦感恩茶會 但綠營想翻轉國會席次 檯面下蠢蠢欲動 只要我們團結 團結力量大 別人就不敢欺負我們 大家說對不對 他們接下來如果再加熱炒 再加熱炒 我們國民黨絕對脫衛戰 不去戰一定站到底 不過這時候也傳出 國民黨為了反制罷免朝 擬定劣殺20綠委名單 包含吳思瑤 吳佩毅 黃潔 蘇巧慧和蔡其昌等人 都在名單上 但遭到藍吟駁斥 如果你今天要開啟大罷免時代 你罷免的理由只是因為希望翻轉國會 而不是因為哪一個立法委員做得不好 這種不正當的理由 你今天真的要玩這個遊戲 國民黨可以陪你玩 可是我們本身是覺得這個理由不正當 覺得這樣子的思維 是很沒腦 而且很沒風度 而且我覺得蠻下流的 許曉鑫很酸 民進黨輸不起 諷刺律委許智傑 因為罷糧後 許智傑上廣播節目 列出票數接近的九名難尾 還有撒喀都勝出 以及仇喚值較高的人 乾脆修法投到民進黨贏才算數好了 如果今天他們以奪權為名 然後呢 行罷免之時 那我們也不會坐意待斃 憲法所賦予的罷免權變成政黨報復性工具 只會讓民眾厭煩 東森新聞 煉志豪 葉婷在台北總統